白色轎车翻覆在国道路间车体四轮朝天 零件喷飞车内物品四散 占据了中线与外线车道 事发第一时间车上驾驶抛飞在车道上 车祸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 北向一百二十一公里处 也就是苗栗投屋路段 五号早上六点多两台车在国道造势 其中车辆翻覆的驾驶伤势最严重 现场一共两车四人 事发后并没有受困在车内 车祸事故一度封闭中线外线 及路间车道国道警察着手调查 肇事的确切原因 3D新闻吴俊贤 陈炳豪黄俠苗栗采访报道